保持警醒 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 你们腰里要树上带 灯也要点着 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 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 他来到后门 就立刻给他开门 主人来了 看见仆人警醒 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必叫他们作息 自己树上带 敬前来伺候他们 或是二根天来 或是三根天来 看见仆人这样 那仆人就有福了 家主若是知道 贼什么时候来 就必警醒 不容贼挖透房屋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仁子就来了 我们知道公司的员工 常常会在私底下 偷懒做自己的事 然后在老板看得到的时候 假装努力工作 这是人之常情 因为人并不喜欢 死板板的工作 而是喜欢贪婪玩乐 同样的 我们做人也不喜欢警醒 我们总是迷糊度日 得过且过 只关心自己的事 是的 只关心自己的事 人并不是没有能力 关心事情 他会关心相关的事 关心自己想关心的事 甚至是警醒 有人炒股票 一早上起来 就盯着盘面来看 看着股市是涨还是跌 就算是股市下午休了市 他们仍然去收集和研读 各种报告和新闻 我们并不是说 人没有能力来关心或是警醒 是的 主要的决定因素 就是在于人有没有心 有心的人要警醒 要关心是很容易的 但是没有心 在这件事情上面的人呢 你就很难要求他去警醒和关心 在一个家庭中 爸爸可能关心股市 妈妈可能关心化妆品和时装 但是小朋友则是关心 新游戏或者卡通什么时候出来 那我们会关心神国度的事吗 基督徒应否关心神国度的事呢 是应该的 但是主与圣经都称基督徒为羊 而羊穴不认识大环境 却只关心眼前有什么样的草 可以吃的生物 就是因为如此 他们很容易迷路的 经文上都说 他们如羊走迷 也是因为如此 所以主特别要召一些人出来 作为牧人牧养群羊 在群羊都低头吃草的时候 牧人要住的帐 四处远望 看看附近有没有狼群猛兽 或是看看在此地的草吃完之后 哪一块地的水草更丰美 他可以带着羊群前往觅食 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招呼他的仆人 而招呼的仆人也要求他们警醒原因 因为一个牧人警醒 整群的羊就可以放心吃草 一人警醒 整群人就可以免于仇敌的攻击和迷惑 所以神需要他们的仆人警醒 而神也会招那些能够警醒的人为仆人 不会让不能警醒的人成为仆人 然而我们看见神的仆人当中 还是有警醒与不能警醒的 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因为神不会将不能担的担子 放在人的身上 而当有仆人不警醒的原因就是 他们虽然被招 但是心不在这些事的上面 我见过太多牧者 只将牧职当作一个工作 这样的态度很容易就失的警醒 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 主不知道何时会来 除了这是说主再来的大计划以外 这也是告诉我们主会像老板一样 来检查仆人的工作 而且我相信主不是像公司的老板 只能看到检查当时的警醒 还是松懈的状态 仅凭一次的检查就定仆人是警醒还是松懈 他见你的那一次 就会知道你在全程是警醒还是松懈 正如经文所说 看见仆人警醒 那仆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真的将主所交托给他们的 当作是自己最重要的事 要超过世上的钱财 股市 女色 艳乐等一切的一切 唯有这样的人才能一生为主 所交付我的事警醒 这样的仆人 主自然要奖赏他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阿们 阿们 感谢观看